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12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热线12 这是我们的特别节目 《善情2014》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刚才各位所看到的小姑娘 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她的名字叫做包珍妮 那么在她13个月的时候 被诊断出患上了见动人症 当然这个病魔不但是伤害着小姑娘 而且在伤害着她的家庭 她的弟弟出生之后 比她小三岁的弟弟出生之后 也被患上得了同样的病 那么这个疾病会给小姑娘 和家庭带来什么呢 又是谁在去帮助着她呢 我们要跟您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 演播室我们请到了两位 首先为您介绍是 新浪微工艺运营主管高新 您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 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张斌 您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 珍妮的故事 中文字幕放线 这是一个13岁女孩留给父母的遗书 没有人比她更清楚 生命正如这微弱的烛光 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 这疫情是包真依第13次住进医院 第4次被送进ICU重症监护病房了 相比前三次入院 这一次的情况更加危急 结果也更为残酷 包真依的一半肺部已经彻底失去了功能 医生不得不切开她的器官 用呼吸机帮助包真依 维持微弱的生命 而此刻昏迷之中的包真依并不知道 在重症监护室外面的世界 一项和她有关的挑战行动 正在昏迷全球 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一种被称为 剑动症的罕见疾病 2014年夏天 从美国开始流行 继而扩散到中国的冰桶挑战赛 在各级知名人士的参阅和号召下 开展得如火如荼 现在让我们一起用冰桶挑战 来加入帮助的队伍 一二 一二 事过 我患起大家对剑动人的支持 关心 一起来 剑动症又被称为 即萎缩性脊髓测索硬化症 患者表现为四肢 躯干肌肉逐渐无力和萎缩 最后导致呼吸衰竭 发病原因至今不明 发病概率为十万分之三 保真妮所患的病正是剑冬症的一类 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她比一般的剑冬人更为不幸 那么她这个病往往是发病 是在你说二十岁左右发病 有些命活得还比较长 那么保真妮比她们还残酷 就是说起病早 她的病变进展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这张照片是包真妮 唯一一张站立的照片 那一年真妮刚满一周岁 刚学会走路的她 被爸爸放在地上 摇摇晃晃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还回过头来 找爸爸 离着嘴笑 那天 一家人欢天喜地 可是对于如今 只能躺在床上的包真妮来说 她的印象中 没有关于这一天任何的记忆 她已经完全记不起 站立和行走的滋味了 从真妮十三个月打开时 真妮的双腿变得发软无力 不爱着地 死肢常常出现颤抖症状 父母最初以为这是缺概 但检查的结果 让他们当场崩溃 这是一种和遗传基因有关的 不治之症 脊髓性肌肉萎缩 命运队包真妮来了个180度的大 转弯 真妮的父母抱着真妮在北京 上海湖南多地辗转求医 但真妮的病情一直在急剧发展 不到一年的时间 真妮的下肢失去了运动能力 脊柱发生变形 2003年3月 两岁的小真妮因为肺部严重感染 第一次被送进了重症前护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位于温州市茶山镇的这家理发店 是包真妮一家的临时租住地 真妮的爸爸包松峰 原本在亲戚的理发店里打工 为了真妮一个最基本的愿望 夫妻俩把家搬到了这里 并开了这家只有两张理发仪的理发店 我虽然长得我心不长 我要好好读书 才这样 和妮家的理发店对面隔着一条马路 是温州市茶山镇第二小学 在真妮父母跟学校的一再请求下 包真妮成了这所小学 一名特殊的小学生 每次小编呢 爸爸就要抱着他去 或者就说 爸爸就有时候就要从家里赶过来 或者是有时候在外面啊 有事情啊都要赶过来 然后他就为了少喝水 有时候就得了这个妙学症 尽管真妮在上学期间经常需要请假住院 有时候在一远一住就是近一个月 但在小学这六年里 真妮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班上前三名 父母没有想到 当初只是为了满足孩子一个最简单的心愿 却混来了这满满一墙奖状 对家庭说的一样 我爱你 就像这个夜中一样 最后一次的一步 我爱你 我爱你 对家庭的这屋子 我爱你 我爱你 第一次来 我爱你 在小学生 珍妮喜欢上学 如果身体可以的话 她还想上初中高中大学 但这些以后的事 珍妮的父母不敢多想 他们想的最多的是 如果将来有一天 他们不在了 由谁来照顾珍妮 出于对家庭的考虑 珍妮的父母决定 再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为此他们谨慎地咨询了医生 医生的答复是 对于他们这种 含有眼性致病基因的夫妻来说 如果怀的是男孩 孩子健康的几率是75% 为了珍妮 夫妻俩决定冒险一世 零八年生个儿子 哇那开心哦 两夫妻两个人 准备给他取名字了 那就刚好在奥运年 是吧 我们生个小孩 就取名叫 不奥奖嘛 是吧 希望他能健康地长大就好了 对于弟弟的到来 珍妮很是高兴 至少对当时还年幼的他来说 生活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孤单了 然而 命运再次给这个苦难的家庭 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在包奥剑五个月大的时候 也出现了和姐姐真一一样的症状 经过检查 结果令人绝望 被父母寄予生活全部希望的儿子 也是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患者 而且发病的时间 比珍妮更早 拿手的心情 那小时就是 一样有天塌的感觉 怎么搞的 我说 怎么我一辈子 怎么两个孩子都 这些都建立着我的身材 那就本亏了 有一段时间 珍妮发现 爸爸好像完全病了一个人 我还记得一次 我说过一句 我说珍妮 我明明就这样子 爸爸妈妈也说不了 女儿是上天中 我还没说一句 我现在 我只可以在这 所以我的女儿说这 并不是 爸爸不愿意说这些人话 日生爸爸必须是 很心疼 很爱情 在珍妮的印象中 这个家里 似乎从来没有过笑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父母连说话交流 都很少有了 珍妮很明白 为了治病 爸爸经常出去借钱 已经把能记的亲戚朋友 都解辩了 而妈妈则只是 默默地照顾着她和弟弟 不离开他们半步 因为姐弟俩频繁住院 他们家的理发店 实在无暇打理 不得不关门停业了 2013年4月 就在珍妮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 又连续两次被送进了重症前护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人认为自由张扬 也是生命最美的样子 也有些人认为平平淡淡才是真 而我觉得生命其实是有不同色彩的 这是珍妮在病床上用手机写写的一篇文章 生命的色彩 手机是舅舅送给她的 可以代替纸和笔留下珍妮详细的文字 珍妮的世界很小 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出租房 建议的家具 堆积如山的药品和随意摆放的杂物 是珍妮每天睁开双眼 能看到的一切 但在珍妮的文字中 世界仍然是斑斓多彩的 生命是绿色的 因为这天地间的花草树木 没有一样能离开绿色 生命是白色的 多少纯洁如白纸般的小天使 在医院诞生 生命是银色的 银色的月亮牵引着潮起 潮落 人类才能欣赏大海的神秘多变 生命是红色的 结婚时 新人都要穿红色的衣服 贴红色席纸 在这喜庆的氛围里 人类开始繁衍生气 这篇文章让珍妮拿到了人生的第一笔稿费八百元 珍妮觉得 即便是躺在这张病床上 依然可以创造价值 更直接地说 可以帮父母贴补家用 除了投稿赚钱这一种方式 珍妮的心里还萌生了一个父母并不理解的想法 为了打发病床上漫长的时间 珍妮在网络上找到了许多和自己患同样一种病的人 他们互相安慰 给彼此鼓励 2013年年底 珍妮和另外三个比她年长一夕的剑动人朋友 开了一家经营动漫用品的网店 13岁的珍妮和许多同龄的少女一样 喜欢漫画 尤其喜欢叮当猫 因为叮当猫 有个能满足孩子们所有愿望的神奇口袋 所以她把网店的名字起名叫 绅士的口袋 虽然这个东西是悲水吹心 他们的网店应该也赚了这么多钱 这个是他们一点心意 我们大人听到这样子 你说有多感动是吗 我说你是真的是我的好女儿 我说你现在你还是小孩子 别人的小孩 这是怎么验的 我说你有这么懂事是不是 真的是很难得 在网络上 珍妮也会遇到一些对生活失去信心的病友 他们甚至会向珍妮表露轻生的念头 这个时候珍妮总是耐心地 给对方发去很长的信息 用她的乐观感染了对方 或许我们的身体很渺小 但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 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是你所无法相信的 我的座右明是 我命由我不由天 别想太多后来的事情 好好把握现在 期许未来 学会向自己的命运宣战 传送生命的诗歌篇章 将永不停息 正是这样一个热爱生命和生活的女孩 却在2014年8月18日的深夜 给父母留下了一封用手机书写的遗书 我把她的手机打开 看到一个很惊讶的事情 云术都写好了 他说爸爸妈妈 他说要哭哭啼啼啼的 他说 他已经很幸福地走那里 已经照顾他这么多年了 他说把他的骨灰 一直烧毁上来以后 就买在树底下 这样比较生气 他说 还有一半的骨灰 大生在训练你 我听说大生多么快 我还在出去 想出去一下 你想想看 我现在一直在怀疏 我现在在这 2014年8月18日 包真一因为呼吸衰竭 第四次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此时她的肌肉萎缩程度 严重到已经不能再开口讲话了 手机打字成了真一 唯一与人交流的方式 尽管真一遇到这 一直希望自己能再活得更长一些 但是她对自己身体的状况 有着自己的判断 可能这次真的熬不过去了 万幸的是在抢救了一个月后 包真一再次逃脱了死神的魔爪 考虑到真一家的经济状况 脱离危险后 医生建议 真一回家休养 由父母进行异常护理 终于回家了很开心吧 好日子和坏日子 你是否肯定感觉到毛已经真的是糟糕了 可能你感觉不想培育 心情烦躁 也可能是你慢慢一直在旁边翻译 或者是你真的 为了让真一躺得更舒服一些 真一的父母借钱买了一张护理床 和特别的床顶 加上消毒机 制氧机 吸毯机 物化机 这些设施算起来 一共花去了十几万元 对孩子的愧疚 让真一的父母付出了他们的所有 但是对于自己 夫妻俩近乎是苛刻的 甚至连顿饱饭都没有吃过 这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珍妮偷偷地告诉记者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她拜托记者一件事 但这件事还需要爸爸 来帮她完成 这件事还需要爸爸受一下 我一直也没有受过化 这件事是我的心 这一样也是真意的心愿 这一样希望爸爸是送一送 打个妈妈 老婆 老婆 老婆给你爱你一辈子 你这全都忘了 特别去补桃那时候才是生气 手心一口妈妈 爸爸都被死了 老婆爱你 老婆永远 天心在最大 老婆永远被我们的女儿 儿子在最大 老婆永远爱着妈妈的 你放心吧 老婆对你们不离不弃的 老婆爱你 对真意来说 自己的爸爸妈妈 能够像其他孩子的父母一样 过轻松一点的生活 是她最大的心愿 因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是 心在一起 好在这个家在磨难面前 并没有失去勇气 就在前不久 真意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 国际上的医学研究人员表示 在2017年有可能研制出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 这对于真意和弟弟来说 就是生的希望 她就告诉我她说 爸爸你尽量要保护弟弟 坚持住到那时候 她说她自己也会也会 一定要坚持住到那 07年她说 能得到这种有效的治疗 对于未来 真意如今有了新的期许 她还有很多心愿 等着一一去实现 在我们离开真意家之前 真意发给记者一段文字 这是她在病床上所写的一首歌词 有可能的话 她希望歌手汪峰 能帮这首词图曲和演唱 也许真意是想用这首歌 告诉所有关心她的人 生命不再是倒计时 生命将从明天开始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转型在无边的光业 拥有着多一切的力量 我想要路方的生命 就像处理在彩虹之点 就像转型在摧残的星河 就有着越平凡的力量 我想可能对于电视机前的 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讲 如果不是看到这样的故事 不是真意经历的那些苦难 你很难想象 在这个小小的躯体里 居然蕴含着那么巨大的能量 她的每一段文字 都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张力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希望 真意能够坚强 能够等到有特效的治疗方法那天 今天也不是请到了两位 我们要先来聊一聊 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的栏目 在今年2014年的10月15号 联系到了天使妈妈的基金会 对这姐弟俩进行了募捐 截止到14年12月10号 那我们收到的捐款是38202元 然后根据天使妈妈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介绍说现在真意整个的情况 就是资金缺口大概还有20多万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您想帮助这姐弟俩 帮助这个家庭屏幕下方有联系的方法 注意就是一定要著名天使妈妈包真你姐弟专用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聊到 其实这部分捐款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新浪 微公益这平台筹到的款项 很多人现在其实也听说微公益这个词 微公益是什么呢 简单的解读一下 微公益是为全民提供了一个公益化的这样的平台 我们主要是为公益组织提供募款和传播 同时也为网友提供一个随手可以参加公益的机会 也就是说微公益其实可以理解它规模比较小 然后可能参与的方式也比较灵活 就可以在方寸之间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就可以参与 但是它起到的意义是屏幕之外是很大的 对 这种微公益其实从名字你就可以理解到 它就是从微部足道的小公益入手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觉公益的门槛就被大大降低了 对 我们说的长远一点 很可能这种方式未来将会打破中国公益界的权力的这样一种布局 你看慈善这个词在我们这些年里面一直遭到大家的疑惑 官方的慈善机构可能遭到质疑 民间的慈善机构可能也会对这种相应的资金运作也有一些疑问 反正就总是有问题 对 但是像比如通过新浪也好 还是其他的一些互联网的这样的途径来进行的微公益 它更多的就能带来相应的一种透明度快捷性和自己意愿的一个完整的选择 所以他的这种普及应该说是在信息化今天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现在我们了解到的其实姐弟俩的情况还是急需要救助的 那下一步微公益在他的这个款项或其他方面还准备怎么帮助他们呢 我们会为他提供一定的推广方式 包括工艺类账号的转发 还有推广或者提供 希望更多的网友能够了解小珍妮姐弟的故事 帮助他给他们进行新款 其实我想可能大家现在也有个感受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其实现在已经在线了 基本是24小时在线 所以你得到很多的信息都是通过手机的屏幕 以至于虽然我们是做电视的 我们希望我们收视率很高 但是其实第一资讯平台 现在已经渐渐的不是电视机屏幕了 那所以我们知道很多需要救助的人这样的故事 其实都是通过手机平台 包括网络 所以微公益包括我知道 你们还做过很多类似这样的 而且好像你们的整个团队啊包装 包括到推出 一下子就能够抓到大家的眼球 让人一下就明白 这件事情是我需要去做去帮助他 简单介绍一下还有一些什么项目 像2012年初我们帮助的最美的白血病女孩鲁若晴 这个项目 对 这个项目的出发点呢 是这个女孩在微博上发了一个求助信息 微公益呢在第一时间内联系相关的基金会 对这个信息的真实性进行了核实 并开始募款 短短5天之内呢就募集了100万的上款 还有像2013年我们大家熟知的亚恩地震 震后的72个小时 有16家的公益组织 在微公益平台发起了32个项目 这个筹款也达到一个多亿 还有之前的 像重庆的那个小学生在电梯里 那一样的事件 对 然后那个孩子就是个普通家庭的 很快他的资金就短缺了 微公益呢也联系相关的一个公益组织 对他进行了救助 现在这个电梯宝宝已经康复了 其实我想可能微公益给我们更多的感受 就是说您刚才讲到一个是门槛降低了 另外一个就我参与这件事情本身变得很简单 然后呢那个我能够得到的那种就是说大家能够去帮助一个人 然后反馈觉得很温暖的感受 来的很强烈也很直接 这可能也是很吸引人的地方 对 其实我们说一个是门槛降低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应该说参与公众的这种公益事业的途径也越来越简单了 当你这个我们老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当你看到你救助的一个孩子可能你就捐了十块钱 但通过这个平台之后你会及时的收到反馈 这是有别于我们传统慈善和公益事业的 对 而且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选择我想捐赠的项目 就比如我对见证人非常有迫切的爱心 那我就选择见证人 我对这些白血病的花儿 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党我觉得要帮助他们 它就增大了自主权 某种意义上讲其实这样的一种形式 降低门槛的同时也让我们的爱心得到一种新的途径展现 对 您讲的很对 其实真正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自怨自觉的 而不是说在传统意义上面 可能有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压迫感 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还有一点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很多就是微工艺这样的信息 之所以被发酵 放大 累积的效果出来 是因为有很多大V 很多网络的名人 明星参与 包括像剑洞人 一站一站传 从影视明星 然后就开始到什么主持人 然后到了一些房地产大亨 大家就这样 但有些人说是不是这里边就是说 娱乐的成分太多了一些 您怎么反馈这种质疑呢 我们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名人是本身具有很强的娱乐性质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也是有公益意愿的一部分人 而且他们有很强的影响力 像冰桶 名人他参与 包括他们的捐款还有募款就达到700余万元 而且这些钱确实实实在在的用在这些患者身上了 而且我们微公益呢 就尽量的把他们的娱乐性引导到公益上面来 所以就是你们是涨舵的 前面得有人 就是你们搭台他们唱戏 然后你们在后面涨舵 相互配合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相互配合 其实它有一个根本点 就是说全社会的爱心的人士 这个爱 这个善良 其实才是真正的舵 没有让整个事情走歪 不是靠某一个企业的力量 但是我们也现在发现呢 就包括像刚才张斌说的 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多新的方式来做公益 包括现在网络上面的这一块 你们了解到的情况还有什么呢 新的方式 新的方式 像刚才咱说到的手机加入这种方式 特别便捷 而且已经实现一键捐款的这种方式了 对 对 而且手机的用户已经占到70%了 还像之前我们传统的都是 比如说帮帮谁救救谁 现在的话就有一些挑战类的 或者是参与类的这种的 像冰桶挑战 还有体验饥饿 可以体验这种被救助者的这种困惑 对 我知道还有一种就是说 一天不说话那个 对 自闭症儿童好像是 对 自闭症的 你参与这个事情 你先感受一天不说话 对 然后还有那个老年人的那个 然后你要戴一个特奇怪的眼镜走一天 就是老花眼那种 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真正的体验到它 但是张冰刚才讲的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多样性的问题 对 他不是说过去拿出一个项目 然后说这月从工作里靠多少钱 不是这种概念 对 其实我们说这个慈善 一个是信息化之后 大家渠道更拓宽了 但是真正慈善的本质是什么 慈善本质一个是传播 传播就是慈善 脱离了传播的慈善 那你就做不到 还有一个呢 其实政府在里面起到的 不管是主导作用还是脱离作用